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妮汝 歡迎收看妮汝開房間 今天很特別 今天來到了消防局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 救災英雄 那我們先歡迎今天要帶我來逛 消防隊的吳小隊長 小隊長 身材非常的好 那請小隊長幫我們介紹一下今天 我們要來參觀的地方 那這邊就是 特種收救大隊 裡面所轄的南亞分隊 那我們目前在這邊就是負責特種收救的部分 特種收救有什麼不同嗎 就是跟一般的消防隊 就是我們比較專精於就是比較 特殊的災害地震啊水災啊 然後或是一些土石流啊三方 或是一些大型的災害現場 像空難啊或是一些遊覽車 車的頒覆也是由我們去做搶救的 等一下呢我們看一些他們的大車車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他們有很多很多 很厲害的破壞機器 繼續 器具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吧 GOGO 好那我們現在到了第一台車 這台車是什麼車 這台車是水箱車 那這台車我們水箱車 一般就是用於火災的情況下 那在處理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器材 像我們看到這邊就是切割類的器材 欸這很帥耶 這個這個有沒有看到這個 就是假如說今天是那個 商師末日片 然後有這個機器的話 插個電然後就直接可以開始砍耶 而且它很多這裡有一個大對不對 這裡還有一個小的 我剛剛默默聽他在介紹的時候 他在看這個 所以我們針對不同的材質 我們都有不同的破壞的器材 然後再來再看到這邊的話就是一些水袋 還有苗子 苗子是什麼啊 苗子就是出水的一個頭 出水頭 喔就是那個噴槍的噴頭 對那它可以調整 就是我們噴水要有不同的角度 還有不同的性質 如果是直線的 還有一些水霧狀的 水霧是要噴在哪種地方 水霧就是我們可以做排煙啊 或是稀釋這個地方的氧氣的量 或者說很多種用途 那直線的話就是用在比較直接打火點的地 那我們再繞到他們後面 欸真的很帥耶 這邊是出水口 這邊是河川的進水口 那裡面我們本身也會有水箱 水箱裡面會有水 所以就由外面的水或是裡面的水 從這邊加壓出來 然後接上剛剛介紹的這個水袋 跟苗子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做滅火的工夫 我是知道就是地上那個是消防栓對不對 可以外撿 但是我不知道河川可以耶 河川的話我們這邊會有這個吸水環管 直接把它插著延伸到我們的河川裡面 就可以用我們的真空磅把它抽起來 所以真的要保養河 因為如果就是上面都垃圾的話 可能就是一個塑到在吸了水就不見了 一般如果很髒的話 我們會盡量抽深一點 或是我們有濾網 對 但是泰漲也是不行 泰漲也是會讓我們車子壽命很快就結束 然後這上面就是我們現在最新的東西 它是針對消防員的搶救用 我們在進去救援的時候 可以進去然後馬上把消防員包在這上面 消防員 直接躺在這裡 然後我們把你拉走這樣子 好想嘗嘗看喔 直接躺 對 這個就是 躺上去這樣 假設你躺在上面就好好把你拉走 然後我們上面當然會有一些固定的東西 那因為主持人我們就不固定 然後就直接 可以把它拉走這樣 因為它很小 一隻手就可以起立 那很好玩耶 當然如果我們是我們消防隊 因為我們全身狀態很重的話 就可能要多人來做 所以為什麼要讓消防員突然出現 消防員也會受傷 喔對 對 所以如果是一般的人 我們會用比較好一點 比較舒適的包覆的氣氛 然後再來就是 也是一些水袋廟 因為要這麼多水袋廟 就是因為台灣的電池 變得比較奇怪一點 所以可能會 直接實話講出來了 對 延伸的距離比較少 接下來我覺得我個人最期待的 消防員在消防車上都坐在哪邊 真的這個是很讓人期待 興奮的事情 那一般我們的話為了快速出行 我們都會把消防衣 還有我們的空氣霧提器 還有一些面罩 個人用會先放在上面 然後再來的話 會去穿鞋子 拉起來就直接跳上車 這樣我們才會出行的更快 可以快速到達現場 就是衣服都還沒穿好 就必須先趕上 因為他們時間很趕 所以他們邊開車的時候 邊在上面換衣服的感覺 是啊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的 車速非常快 有時候可能裡面擠三到五個人 想像一下三到五個人 在這邊穿這些衣服 然後一個左轉有沒有 大家就連在一起這樣 因為我們可能到現場 可能就兩到三分鐘 兩到三分鐘 有可能就是很近的地方 假如說今天你們在那個 休息的地方 就從躺在床上到要出勤 大概要多久 現在目前大概是80秒左右 80秒 80秒 我如果只需要80秒的話 我今天應該 就不會遲到了 80秒 我挑戰一下好了 80秒 然後再來就是 除了一般的火警之外 我們還有出一些救助類 救助類就是車禍救助 高空救援 或是一些 跌落山谷 就是那種要破壞東西的 就是這一台車 一眼看見就知道這台車就是 這個 救助吊臂的部分 救助吊臂它就是 如果靠得進路邊的話 我們就會使用這一台來做搶救 所以吊臂是要做些什麼事情 高所救出啊 或是一些拖拉 也可以拖拉車輛啊 就是說它可以抓著車 然後把它拖走 或是說假如今天你的東西在很高的地方 就是可以把它伸上去 把你抓下來 或是把它向下送 那我還要問一個好奇一點 假如說 大家救火的人會在上面換衣服 那司機是就是穿他自己的 司機他是有穿輕裝的 因為他開車 是要保護我們後面全部的人的身體 對 他如果穿全裝在那邊開車 我們也不敢給他載 下一台 這一台很帥喔 聽說全台灣 唯一 只有這一家有 下面這個就看來就是板車 板車上面會附載我們的 重型的機具 那這個就是怪手 前面這台就是一台堆高機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使用這些器材去做很多的 類似 就是重物的搬椅啊 或是說是我們的一些 牆面的破壞啊 甚至就是我們有時候去 人家的廠房 外面剛好會停一台車子 那我們不可能放著讓它燒 或是我們沒辦法進去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最高機把它移動 把它移動 這個就是一台車上 還在兩台車 然後一台可能是 把車子拿去移動 然後一台可能就是 去破壞別人的車 這樣子 也可以這樣子 好 還有一台我覺得很特別 今天看到我是覺得 沒有想到還有這件事情 要注意的一台車 這台車的車輛它就是排煙車 排煙車它是針對我們在一些 比較大型的建築物或是地下室啊 龍焰比較容易蓄積的地方 來做排煙 有時候是送風 有時候是抽風 固定 那它最高的風量度可以達到 16級風 每小時有140公里 等一下 16級風 白話要一點大概是 多強勁的風 這個就是中級颱風的 颱風也附近的 颱風製造車在這裡啊 就是動漫小說話 那個車就是這個啊 大家懂為什麼 就把它放在最後一台嗎 我覺得這真的很帥 接下來我們來參觀一下 他們平常生活的一些地方 環境到底長什麼樣子 來 首先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會有洗衣機啊 消防疫有時候因為去打火 或是肉眼回來會有點髒 我們要送洗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我們會自己先稍微洗一下 為什麼還要投幣啊 因為這個是 鞋會放在這邊這樣 就自己穿這樣 有民間贊助我們的 不是每個分隊都有 所以不是每個消防隊都有洗衣機 所以大家不要去想 就是可以去你附近的消防隊 偷用他們的洗衣機洗衣服 然後這邊是大家的 這邊就是消防衣帽鞋 綻放的位置 為什麼有顏色 這個橘色就是我們小隊長在穿的 那一般的 他們會穿這種 就是藍黑色的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到時候頭盔戴上去 誰去誰大家都認不出來 只能看到衣服也不認 對 也算是一種標誌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參觀完各種 就是消防器材 消防器具 現在呢 就是我們就來閃料一下 就是閃料都怕 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看到那些救災品的時候 內心是什麼感覺 很常看到一個非常經典的角度 就是今天有人在三樓 然後失火 然後下面呢 我們就會找一個氣墊床 然後再讓他們跳下來 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到底合不合理 其實這個是非常不合理的情況 因為畢竟如果你是火災的話 它的高溫非常的炎熱 我們的氣墊 你可以想像是一顆氣球 那如果有火會 爆炸 產生化學反應 它就會洩氣 然後再加上你火災的現場 會很地上會很多尖銳 類似玻璃啊 或是一些鐵條之類的 那你想像一顆氣球 在那個上面會怎麼樣 也會破掉 也會爆掉 所以我們在火場是很少用氣墊 那還有沒有什麼就是你覺得不合理 或是說你覺得帶路感比較深的電影 比較多的就是看那些英雄片 它比較多的就是那些高空的搶救的部分 那可能就是在做高空作業的時候 可能就是頂著一條繩子啊 就可以在上面做很多事情 那一般在我們消防隊 做過高空作業的人都知道 那是比較不可能 你可能就是 不可能 對要一些馬克啊 就是身上固定的器材 然後還有下降的東西啊 神力裝置 才有辦法做下降 就是簡單來說 不可能就是直接手 或是就只帶這個簡單的手套 就這樣滑下去 因為人體是很重的 那它手其實是沒有辦法承受 那麼那麼大的重力 因為重力加速度 對 然後可能會摩擦到 其實我們蠻喜歡看這些災難片 因為可以從裡面學到很新的東西 喔 但還是學得到東西 對 因為它會帶路很多新的裝備 或是器材 或是這些科技的東西 所以我們還是很喜歡看 而且希望大家會常去看 因為大家看了就是 就是會知道小龍隊是比較辛苦 比較危險的動作 對 而且其實 真人比電影還要更脆弱 還要更辛苦 是的 很容易就會受傷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記得幫我留言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